伊拉克位于世界古代文明摇篮之一的 美索布达米亚平原 该地区土地肥沃 物产丰富 自古就是各民族绝逐之地 从考古发现已经得到的史料来看 从公元前2900年开始 该地区城邦进入一个诸国争霸的时代 这个时期几乎维持了近1000年 大约在公元前2500年左右 拉格神强大起来 该城邦一度有吞并苏美尔全境的趋势 但后来一个名叫乌鲁卡基纳的人 在平民的拥护下登上了王位 乌鲁卡基纳在位期间 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 他是迄今为止 人们所知的世界上最早的社会改革家 他把恢复城邦初期公民 比较平等和协调的状况 当作改革目标 他的改革引起本国贵族 和其他城邦奴隶主的不满 乌鲁卡基纳执政约6年后 拉格神陷入了内乱 邻国温马趁机占领了拉格神 温马城邦之后 又征服了美索布达米亚的大部分地方 温马的国王卢加尔扎克西自称 他的帝国从波斯湾一直蔓延到地中海 在现代学者看来 他对地中海的入侵 只不过是一次成功的袭击 最终闪足的阿卡德国王萨尔贡 打败了卢加尔扎克西 就此苏美尔人城邦的历史宣告终结 尽管在军事上 萨尔贡取得了胜利 但由于苏美尔文明要远远高于阿卡德文明 阿卡德人之后几乎全盘接受了苏美尔文化 相传 萨尔贡是一个弃婴 他的母亲生下他后 就将他顺水飘走 之后他被一个园丁收养 经过一番努力 萨尔贡后来成为了 鸡神国王的倒酒的仆人 当时在美索布达米亚 以尼普尔城为界 南部为苏美尔文化区 北部为塞姆语文化区 鸡神城邦是塞姆语文化区的霸主 在一段时间之后 鸡神国王感受到萨尔贡的潜在威胁 但不久 鸡神王国就遭遇了乌马人的入侵 萨尔贡利用鸡神战败之际 将鸡神王冠带在了自己头上 当时 苏美尔地区各城邦 正处于混战之际 萨尔贡抓住这天赐良机 带领着阿卡德人 不失实际地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在苏美尔各地 都归入阿卡德的版图之后 萨尔贡建立起了世界上 第一个君主制国家 虽然后世对阿卡德帝国有粗略的认识 但作为帝国政治中心的独城阿卡德 到目前为止 考古学家还没找到他的确切地址 相传 萨尔贡于公元前2279年病逝 到他曾孙沙尔卡丽莎瑞即位后 阿卡德人遭遇到了库提人的进攻 库提人是苏美人的一支 现代库尔德人是他们的后裔 因为经常需要应付库提人的骚扰 沙尔卡丽莎瑞只好提高税收 当时阿卡德降雨量大幅减少 阿卡德经济主要依靠农业支撑 因为农作物欠收 农产品贸易也不能幸免 人民只能寻找薪水源 沙尔卡丽莎瑞离世后 因为无伺 阿卡德陷入了内乱 三年后 度度获得了王位 但在此时 他的实际控制范围 只局限于首都阿卡德 最终 阿卡德帝国在库提人的疯狂攻击之下 彻底毁灭 库提人虽然摧毁了阿卡德王国 但库提人的统治并不稳固 这给苏美尔格城邦 提供了复兴的机会 之后乌图赫加尔获得了胜利 乌图赫加尔成亡七年半后 死于一场意外 他死后 梅索布达米亚的霸权 转入乌尔城邦君主乌尔纳姆手中 据考证他们可能是亲戚 但在乌图赫加尔在逝时 他们就已经反目为仇 约公元前2113年 乌尔纳姆重新统一整个梅索布达米亚 并建立了起了强大的中央集权制王朝 历史称为乌尔第三王朝 乌尔王朝时期非常重视法治 王朝缔造者乌尔纳姆 制定了乌尔纳姆法典 这是迄今所知世界历史上 第一部成文法典 尽管被称为乌尔纳姆法典 但历史学家普遍认为 该法典是由他的儿子舒尔吉写的 当时为数众多的奴隶 使乌尔第三王朝的声望 达到了顶峰 不久流传一句谚语称 来自草原的人会进入城市 并将城里的人赶走 正如谚语中提到的一样 阿摩利人不久之后 便骑着马从草原而来 他们和东部的埃兰王国结盟 不断地侵占着乌尔第三王朝的土地 对此乌尔第三王朝君主伊比辛 毫无办法 公元前2006年 埃兰人发动了规模庞大的远征 伊比辛在这场战争中被俘 乌尔第三王朝的历史 也就此画上了句号 他的灭亡 也宣告了苏美尔人 在世界历史上的羡慕 到公元前19世纪中叶 阿摩利人以巴比伦成为首都 建立了古巴比伦王国 从那时起 当地的居民就被称为巴比伦人 古巴比伦王国 在汉姆拉比统治时期达到即胜 汉姆拉比是阿摩利王朝的第六位君王 在汉姆拉比之前的巴比伦 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城邦 汉姆拉比从公元前1787年起 开始了统一之路 征服活动大约进行了35年 这耗尽了汉姆拉比的生命 当时除了北方的亚蜀和埃神嫩之外 两河流域基本被汉姆拉比统一 据说汉姆拉比每天要处理的案件太多 难以应付 他就让臣下把过去的一些法律条文收集起来 再加上社会上已形成的习惯 编成了一部法典 该法典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比较完备的成文法典 到了公元前1686年 在为42年的汉姆拉比去世 此后古巴比伦亡国走向了衰落 到公元前729年 古巴比伦国被亚蜀帝国吞并 在两河文明的几千年历史上 亚蜀可以说是历史延续最完整的国家 从公元前十世纪末叶起 亚蜀经过两个多世纪的征战 最终将两河流域南部与埃及置于控制之下 伴随着亚蜀君主巴尼拔的去世 亚蜀帝国在内讧之中日渐衰退 公元前612年 加勒底人和米底联军攻陷了亚蜀首都尼尼威 亚蜀灭亡后 加勒底的君主自称为巴比伦王 为了与阿摩利人建立的古巴比伦王国相区别 历史上将纳波帕拉萨所建的王国 成为新巴比伦王国 到纳波帕拉萨儿子统治期间 新巴比伦王国达到顶峰 他死后 新巴比伦王国在五年里换了三个国王 最终纳波尼德获得了王位 纳波尼德执政后 不再崇拜原来巴比伦的主神 这引起了巴比伦祭司集团的不满 因此 当波斯军队入侵新巴比伦王国时 祭司竟打开大门 放敌军入城 此时距离新巴比伦立国不到一百年 新巴比伦王国虽然存续时期短暂 但它却是两河流域奴隶制最繁荣的时期 新巴比伦王国的灭亡 也标志着两河流域历史独立发展的完结 在新巴比伦王国灭亡前 在近伊朗西部居住着两个伊朗语部落群体 他们分别是波斯和米底 米底当时号称为西亚最强大的国家 到公元前559年 居鲁士统一了波斯 经过一系列的征战 居鲁士灭掉米底王国 建立波斯帝国 居鲁士属于波斯人的阿契美尼德家族 因此 他所创立的王朝 也被称为阿契美尼德王朝 据古代希腊历史学家 希罗多德的记载 居鲁士在占领巴比伦之后 转而向东北进军 以图降服中亚的游牧民族 在战斗过程中 他被游牧部落马萨各泰人刺杀 他离世后 他的长子刚比西斯二世成为国王 刚比西斯继承了他父亲的扩张政策 波斯帝国将遇扩展至埃及 刚比西斯在埃及逗留期间 刚比西斯的弟弟巴尔迪亚自立为王 巴尔迪亚之后宣布 免除国内三年的赴税与兵役 此举深得民众支持 以至于各地纷纷响应 刚比西斯二世得知弟弟自立消息后 率军匆忙返回 却在途经叙利亚时暴毙身亡 刚比西斯去世后 出身于阿契美尼德家族庞治的 大留士一世 在获得贵族的支持后 成为了波斯的第三任君主 他当时只有28岁 由于他极力维护奴隶主的利益 引发了民众的不满 在此之后一年多的时间里 他先后发动18次战役 在巩固对占领区的统治后 大留士一世 推行了对外扩张的战略 这使波斯成为历史上第一个地跨亚欧非三大洲的帝国 到公元前546年 波斯灭亡了吕底亚王国 统治了小亚西亚和爱琴海东岸的希腊城邦 由于波斯的残暴 位于安纳托利亚西海岸线上的米利都发动了起义 米利都起义被镇压后 大留士一世 以雅典支持米利都起义为由 发动了西波战争 西波战争前后持续了半个世纪 战争以希腊联军获胜而告终 波斯帝国从此一蹶不振 这给位于希腊西北部的马其顿王国提供了契机 马其顿在基本完成希腊本土的统一后 开始了东征 东征的统帅是年仅21岁的亚历山大 公元前331年春 亚历山大率军插入两河流域北部 在交战中 波斯君主大留士三世弃阵逃跑 致使权限崩溃 波斯从此丧失抵抗能力 一年后 亚历山大侵占了波斯都城 波斯帝国致此灭亡 不久亚历山大又延离海东进 穷追大留士三世 这时巴克特里亚总督被苏斯拥兵自立 擒杀了大留士 之后被苏斯为共谋者所弃 被亚历山大擒获 亚历山大随后把自己打扮成波斯帝国的维护者 在征服了整个波斯后 亚历山大企图将印度收入版图 但疲惫的士兵却拒绝前行 这种情况迫使亚历山大决定撤军 之后亚历山大将巴比伦作为首都 在巴比伦 亚历山大将三万波斯青年编入马其顿部队 他还想再次入侵印度和地中海西岸地区 但不久他就因为突然患恶性瘧疾而离世 亚历山大离世后 他的将领们纷纷拥兵自立 马其顿王国从此分裂 此后伊拉克先后由塞留西王国 波斯的帕提亚帝国和萨山王朝统治 在萨山王朝时期 大量阿拉伯人开始涌入伊拉克地区 半个世纪后阿拉伯人完全控制了伊拉克 此后巴格达一直是阿拉伯世界的中心 直到1258年 他被序列物率领的蒙古西征军摧毁为止 序列物建立的伊尔汉王朝解体后 伊拉克处于蒙古系的 折拉伊尔王朝统治之下 进入15世纪 土库曼人建立的黑洋王朝统治了金伊拉克地区 此后伊拉克先后沦为白洋王朝 奥斯曼帝国的属地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 伊拉克成为英国与奥斯曼帝国争夺的战场 1917年英国占领了该地 设于伊拉克民族解放运动的迅猛发展 英国在1930年承认了伊拉克的独立 伊拉克独立后 英国仍未放弃对伊拉克的影响力 伊拉克内部因此分裂为亲英派与反英派 1941年5月 德国和意大利为了给在中东地区的英军部队制造麻烦 煽动了伊拉克首相拉西德阿里反抗英国 此举威胁到英国的石油供应 英国随后再度控制了伊拉克 二战结束后 英国失去了占据伊拉克的借口 因此英国试图找到一个合法的手段 来保持它在伊拉克驻扎军队的权利 在这种情况下 英国与伊拉克签署了一份新条约 消息传到伊拉克后 立刻引发了人民的不满 1958年7月14日 以卡塞姆为首的自由军官组织 宣布成立伊拉克共和国 卡塞姆掌权后 积极与苏联交好 这引起美国政府的不满 与此同时 卡塞姆同副总理阿波杜勒阿里夫的矛盾分歧 日益公开化 卡塞姆主张伊拉克走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 反对埃及总统纳塞尔的阿拉伯统一论 为此反对卡塞姆的泛阿拉伯主义者 公开发动叛乱 经历过数次刺杀事件后的卡塞姆 性情大变 开始逐渐丧失了理智 他常常怀有强烈的不安全感 总认为有人要行刺自己 于是 被感孤立的卡塞姆 开始依赖军队 密探和警察来保护自己 其所作所为也愈发疯狂 以至于伊拉克境内所有的政治组织 都对他抱有敌意 到了他执政生涯末期 卡塞姆变得身居简出 最后他彻底失去了理性 这位日后卡塞姆政权的垮台 买下了祸根 1963年 阿伯杜勒阿里夫 在阿拉伯复兴社会党的支持下 夺取了权力 虽然阿里夫被选为伊拉克总统 但实权则掌握在复兴党手中 阿里夫之后 利用复兴党内部的分裂 组建了一个新内阁 复兴党随后试图罢免阿里夫 但消息走漏 阿里夫之后逮捕了政变参与者 两年后 阿里夫在伊拉克南部 他的哥哥拉赫曼 随后接替了他的职务 不久 拉赫曼便被复兴党成员 贝克尔为首的军官集团推翻 贝克尔随后任命自己为伊拉克总理 在他执政期间 伊拉克因国际油价高涨而收益颇丰 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 他的表弟萨达姆通过安全部门 逐渐掌控了权力 1979年 贝克尔被迫隐退 萨达姆由此成为伊拉克的新任总统 萨达姆上台不过一周 就宣布破获一个企图推翻他的阴谋集团 他还将忠于贝克尔的500名军官 关进了监狱 通过这次行动 萨达姆确立了自己在伊拉克不可动摇地位 萨达姆执政不久 伊朗就发生了霍梅尼领导的伊斯兰革命 霍梅尼掌权后 伊拉克和伊朗之间因领土争端 发生了长达10个月的小规模冲突 之后 伊拉克因外交部长阿奇兹 被一名伊朗籍人炸伤 萨达姆于是下令对伊朗发动进攻 以此为开端 持续八年的两伊战争正式开始 两伊战争使伊拉克债台高筑 两伊战争结束后 伊拉克需要出售高价石油 以偿还其巨额债务 而科威特却提高了石油出口量 使得国际油价下降 科威特希望以此来迫使伊拉克解决 两国间的边境争端 萨达姆对此极为气愤 随后伊拉克军队占领了科威特所有战略要地 入侵数小时后 科威特和美国要求联合国安理会召开会议 在这次会议上通过的第660号决议 要求伊拉克撤出科威特 但萨达姆无视安理会的最后期限 在安理会的支持下 以美国为首的联军对伊拉克发动全天候的空袭 最终伊拉克部队被迫退出科威特 此后美国与伊拉克的关系一直紧张 在美国的支持下 伊拉克南部的库尔德人开始反抗萨达姆 但美国盟友却反对入侵伊拉克 萨达姆利用这个机会迅速平息了起义 就在海湾战争结束一年后 科威特举行了隆重的庆祝活动 在庆典活动中 科威特为刚卸任的老布什总统 举行了盛大的授勋仪式 就在老布什回国后 科威特国防大臣突然向新闻界宣布一则消息 成一批伊拉克特工越过两国边境 企图暗杀来访的美国前总统布什 尽管刺杀阴谋未能得逞 却引起了美国时任总统克林顿的高度重视 确定是伊拉克有意制造的恐怖袭击后 克林顿下令袭击伊拉克情报机构 在巴格达的主要指挥控制设施 此后克林顿以伊拉克无视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为由 将推翻萨达姆作为美国的正式外交政策 小布什当选后 美国采用了更具侵略性的政策 2003年3月20日 美国以伊拉克藏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并暗中支持恐怖分子为由 绕开联合国安理会 单方面对伊拉克实施军事打击 因为是海湾战争的延续 它又被成为第二次海湾战争 许多人认为 布什政府发动战争的真正理由 是为了控制伊拉克的石油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 由于萨达姆长期的独裁统治 联军的入侵开始时 受到了伊拉克民众的欢迎 然而由于美军丑闻等原因 联军在伊拉克境内逐渐失去了民心 2003年5月 布雷默被布什总统任命为 伊拉克的最高行政长官 布雷默随后将复兴党成员 排除在伊拉克新政府之外 该决定解散了 以逊尼派为主的伊拉克军队 随后前伊拉克秘密警察和军队组成游击队 点燃了反对联军8年的叛乱 2004年6月1日 阿拉维被推选为伊拉克临时总理 之后 萨达姆与其他复兴党高级领导人 一起被移交给伊拉克临时政府 两年后 萨达姆被处以绞刑 当时 神叶派和逊尼派穆斯林的冲突 成为伊拉克政府棘手的问题 逊尼派极端恐怖组织 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 趁着中东局势混乱向伊拉克大举进攻 导致伊拉克战火重燃 在美国和伊朗的支援下 伊拉克于2017年 收复了被极端组织占领的全部领土 去到最后 感谢观看